近日,韩国爱宝乐园为大熊猫福宝招聘饲养员助理的公告吸引了超过1万人竞争 有精聘者甚至表示,只要能看一眼福宝,自己可以不要工资 福宝饲养员助理的具体工作是在7月10号至14号中选择一天下午工作一小时 帮助饲养员为福宝准备三岁生日礼物 据韩国媒体报道,这份工作的工资高达50万韩元,约合2800元人民币 但受聘者不能靠近或抚摸福宝 招工信息已经发布,申请者多达13621人 最终能获得这份工作的人员数量仅为3名 福宝是首支在韩国经自然分娩出生的大熊猫宝宝 由于相关政策,海外出生的大熊猫必须在4岁前回国 所以,今年7月20号将是福宝在海外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